去年十月以来,加沙冲突和中东局势一直是安理会工作的焦点,但形势至今没有好转,反而每况愈下,不断恶化。 国际法的权威对于某些国家似乎形同虚设,国际人道法底线被一再突破。 在21世纪的今天,发生这样的惨剧,令人难以想象,难以置信。 我们不能接受死亡饥饿在加沙成为新的常态,加沙已经是人间炼狱,人道援助是民众活下去的希望。 我们不能允许冲突延荡扩大,做事整个中东陷入一场全面战争。 我们不能漠视安理会被边缘化,我们当然不能对真正的外交失去信心。 为此,我们强烈敦促有关国家,把拯救生命摆在第一位,展现政治意愿,秉持公正立场,摒弃政治算计,对当事方施加一切可用的影响力。 同时,我们支持安理会运用工具箱中的所有选项,为尽快结束战争,早日恢复和平,采取进一步行动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